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5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繼續跟大家說和中國大陸 相關的事項 我們上兩節根據中國大陸 解放軍的軍演 和他們發射的 彈道飛彈 跟大家 進行了詳細解釋 如果有機會 我們會繼續 跟大家說多些相關的軍事技術 彈道飛彈 也是一個挺有興趣的話題 因為這個 跟另一個科目 相當之有關聯 當然是跟離開外太空的技術有關 所以彈道飛彈 很大程度上 跟高階的物理相關 大家也知道 中國的東西會爆炸 這東西雖然是笑話 但是 都要 很小心 想清楚 中國大陸 在航天技術上面 的確是無用置疑 換句話說 是不能夠徹底忽視 簡單來說 中國大陸為甚麼會對 超高音速武器 彈道飛彈 有那麼好的 研究技術呢 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他跟 跟前蘇聯都相當之類似 就是對於 航天技術 是非常 非常 非常之重視 當然啦 到了今天 印度也有足夠能力 自己發展外太空 當今在這個世界上 航天 最領先的那幾個國家 中國大陸 的確是其中一個 原因很簡單 我不是稱讚他 而是因為 這個是長期 中國大陸的國策 要將他 就是最頂尖的人 利用國家資源 即是他跟 奧運的金牌代表隊是一樣 他是把 把整個國家的力量用來發展航天科技 當然裏面也會有很多貪污 但是相對 其他軍事武器 航天的技術的發展 他投放的資源 和時間 即是銷售到這個中國夢 所以他們真的 在這個領域上 有很多的技術 所以他就是拿了那些 航天的技術 拿來 就是 拿來做武器 這件事正正就是他們 非常之自豪的地方 覺得甚至乎 他們掌握相關的技術 比美國更加厲害 這個正正是他們其中一個麻醉人心 非常之重要的利器 所以大家要知道 就是當他的這些 航天技術到最後 圓形不露的時候 他們這個夢想 就會破滅了 所以我們去研究他們說的那些相關技術 其實也很重要 有興趣聽回彈道導彈的朋友 就再聽回上面兩節 我們也會再在 教後時間有機會 跟大家再說 當相關時事發生的時候就說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是東盟 東盟就爆了禍 據說 就是在這個東盟的會議 在晚宴裏面 這個 就是中國外交部 這個叫做小丑王毅 居然 在晚宴之前 忽然 忽然之間 發鼻氣離開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我們一起 跟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繼續說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請大家多點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本台 打開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安裝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一起研究就是發生甚麼事 先說說東盟 東盟 就是東南亞國家協會 一般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東盟 東盟 包括哪些國家呢 包括以下10個正式的國家 泰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菲律賓 印度 尼西亞 文萊 越南 還有就是遼國 緬甸 柬埔寨 一看大家知道大致上格局是甚麼情況 原本東盟的成立 就是要對抗共產黨的 其實當初是一個反共聯盟 但是大家都知道 反共聯盟 就是未必在 尤其是早十幾二十年 看到 中國大陸所謂經濟騰飛 又有這個大外宣大內宣在宣傳 全世界 都爭相 想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看在錢份上 看著人民幣 所以 這個所謂東盟 原本 最初成立的時候 是一個反共的立場 要在 地區周邊 制止這個共產主義 繼續擴張 去到後期 發展成為 另一些東西 變成了經濟利益共同體 實際上現在裏面的相當多的國家 實際上 其實 都是有親中的傾向 所以一直以來 東盟就是跟中國大陸有良好的關係 最近發生了佩洛西 訪問台灣的事件 王毅 原本在中亞 現在就去了柬埔寨 據說這次東盟的會議 在柬埔寨舉行 本來就是外長會議 外長會議 本來晚宴正式要開始 居然 中國 外長王毅 忽然之間 從宴會大廳 走出去 坐車離開 根據路透社報導 當時王毅進入晚宴 進入晚宴的時候 在等候室 也有向媒體揮手 之後 就是進入了那個 宴會大廳 然後就走出了房間 離開了房間 然後 乘車就離開 有幾種說法 據報 參加相同晚宴的 還有美國國務卿就是布林肯 也有 日本的外務大臣 也 在場 也有其他國家的外長 全部都在裏面 還有 東盟的高級外交官 全部都在現場 早前 就已經 有 有流傳的說法 就說王毅 因為台灣 以及佩洛西問題 就故意 避開這個 美國的國務卿 布林肯 因為 美國的外交事務 就是由國務卿負責 所以 中國大陸這一刻 就叫做漏漏珠 也有網上流傳著另一種說法和分析 說 東盟的晚宴 使得中國大陸相當不高興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東盟 是一個喜歡黏著中國大陸 賺食 賺人民幣的地方 而東盟這次 就是沒有徹底站在 中共的這一邊 反而 還是繼續出來招呼美國 招呼日本 使得中國大陸 在這次這個問題上 台灣的問題上 相當之不高興 東盟在台灣問題上 也是敦促 所有國家要保持克制 不要採取任何挑撥行動 換句話說 東盟根本就不是站在 中國共產黨的那一邊 而是 站在所謂中間 實際上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相關的立場 對他來說實在是太過銀意了 東盟根本就不是支持 中國大陸 現在的說法 根據外交部的說法 這次台灣的局勢緊張 責任存在美方 換句話說 東盟這個聲明 反而 變相 好像在指責 令到危機 和挑撥 升級的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 相關的說法實在是太過硬意 太過難聽 再加上就是早兩天 這個就是七國集團 G7 也發佈相關聲明 相關的聲明 近乎 就是說中國大陸沒有權因為佩洛西的訪問 對台灣就是動武 換句話說 簡單來說 是一個很溫和的方式 正在譴責中國大陸 他覺得G7就是一大堆美國盟友 當然會這樣說話 誰知道 東盟也是這樣 東盟 跟中國大陸做了那麼多生意 收了那麼多人民幣 應該 中國大陸覺得已經買通了 你要站在我們那邊 但是東盟 又不是 願意這樣做 所以 整件事就是很搞笑 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在現場 王毅 就是要自己閃開 東盟就交給美國了 麻煩你們 自己關閉房門 自己和自己玩 現在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情況 所以你們繼續 就是在 搞軍演 繼續吹噓 吹噓這個 就是他的軍事力量 航天科技有多厲害 這裡也要補充一點 我們這一節 開頭說他的航天技術高 記得 聽清楚 我說他的 是航天技術的部分 換句話說 軍武方面 結合了航天技術之後 是不是真的 可以發揮到那個力量呢 不要忘記 中國的東西會爆炸 就算 航天科技夠高 結合了其他軍工產業之後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能力呢 這一點 就相當相當相當之誠意 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的彈道飛彈技術 還有超高音速武器 你將它當成是航天科技 航天科技那部分 可能 不是有太大問題 但是 作為武器那一部分 你牽涉到軍方 牽涉到解放軍 解放軍就是這個世界上 其中一個最貪腐的組織 好了 航空那部分沒有問題了 航天那部分沒有問題了 進攻的時候 你需要的就是軍武的力量 軍武的力量是不是還可以 真的100%發揮出來呢 這個 非常之有疑問 所以 他就是把航天的力量 用到武器那裏 航天那部分沒有問題 但是作為武器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 所謂 做到精準打擊 甚至乎是攻擊這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這個 就是非常之 令人覺得 懷疑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